现在中国人把很多过去很好的文化传统 像自迁这个词都丢了 特别可惜 我们现在既没有迁词 也没有敬语 敬语几乎不用 我一问 他们说就你们北京人才说您 各地都不说您 就直接说你 也不说贪 这贪 他底下加一心 说他老人家都不算尊敬 说贪老人家 贪怎么样 就是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对 这个长辈的尊敬 是他不在现场 所以对他还如此的尊敬 出现一个词叫贪 现在这个字 一个汉字底下加个心 都多了很多含义 比如现在有个字叫 怼回去吧 这个怼这个字是个图语 其实这个字 一个对字底下加个心 还念对 他不念怼 但我们生活中呢 经常说 说他怼了我一下 就是他顶了我一下 比如土话说 俩车怼一块了 就俩车撞一块了 所以这个怼这个词 今天生活中 尤其网络上常见 就谁把谁又怼了 谁说一句话 有人反驳一句 就叫怼 怼是一图语 那么说狗 狗文言就说犬了 犬还有什么呢 犬马 犬马之劳 犬马表示什么呢 表示臣服 表示效劳 表示忠诚 我们讲过都陶官 唐英 从47岁到景德镇 47岁在古代已经很大了 今天47岁应该也不学艺了 一直干到多少呢 干到75岁 那时候还真退休晚 47岁按照今天的男人 还有13年就退休了 但人又多干了15年 再加起来28年 所以当时乾隆就想让 唐英的儿子 唐英宝接班 唐英的奏折就这么写的 他说奴才全马 年齿七十有五 气血日衰 医药不能塑效 奴才 我讲过 满族人对皇上 对清代皇上自称奴才 称臣 就是臣全马 那就是汉人了 那么他说奴才全马 就用的是自迁的词 年齿七十有五 七十五岁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全马之养呢 过去就是为供养父母的一个 这个迁词 那么全马之耻呢 就说的是自己的年龄 你比如 这个 说自己年老体衰的时候 还会说这样一个词呢 叫全马齿索 什么意思呢 就牙齿都没了 过去古人不会香牙 你看我牙也掉好多 但我能香上 那古人他香不上吗 就说全马齿索 牙齿没了 你说这个古人 把自个儿的牙叫全齿 你说我们嘴里怎么长出一狗牙来呢 就是原来我问过这问题 有个人马上就回了我一句 说那难道不说 咱嘴里还能长出象牙来吗 这狗嘴里吐出象牙 单单人嘴里能吐出狗牙来 为什么能吐出狗牙来吗 我告诉你啊 我们牙里 我们满口的牙都有名字的 上四颗前四颗正面的 正面的这四颗八颗牙 过去就叫门齿 看门的 跟四扇大门似的 这叫门齿 紧跟着 从中轴往这边数第三颗 往这边数第三颗 上下各地三颗 这叫全齿 是尖的 你所有的牙掉了 也得把这牙留着 为什么这牙牙根 比平常的牙都伸一倍 然后第四五六七八九 七八没九 你要长成九 那你就长成动物了 那么四五是前旧齿 这个六七八是旧齿 这是过去 今天全改了 今天你要是学医啊 学牙科 他肯定不这么叫 他叫什么呢 前面过去这门齿呢 叫切牙 跟菜刀似的 切下来切牙 那么过去的这个全齿 叫尖牙 非常科学 我们过去是文学的名字 叫全齿 像狗牙一样 现在呢 就是尖牙 后面呢 依次就叫磨牙了 就是你磨磨磨 就是吃东西来 给磨嘛 那么全马这种自称呢 这个是一个很自谦的说法 就是把自己的身格降到最低 表示对对方的一个尊重 那么 可是你知道这个 如果你骂别人 你说这人是一走狗 那就是骂人了 没人说我自个是小狗的 没有说小犬 一说狗就是骂人了 所以在古代啊 这个文化中的这种差异啊 都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在狗和犬之间 它是有一个选择的 狗 犬 熬 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动物 这是礼记上就有规定的啊 说大者为犬 小者为狗嘛 尔牙利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 这个尔牙利怎么去解释呢 他说未成豪 狗什么叫未成豪啊 就是没长毛的 都是狗 就是小狗嘛 那么古人又这么说啊 古籍上说 犬高四尺 约熬 这个犬高四尺 不是按照今天的高度 第一 古人的尺小 第二呢 我们今天说动物的高度 指尖狗 但古人是认为他最高点 所以能有这么高的狗 那就叫围熬了 怎么今天就是狗年谈狗嘛 讲讲古人对狗怎么说呢 古人啊 有规定的 说孝权者啊 就是你喜欢这狗的啊 你使用这狗的呢 左牵之 左边牵着 右边就不对 所以苏东坡说 左牵黄右情仓 右情仓就是仓鹰啊 你还真不能说 这个左情仓右牵黄 那你看看 左情仓右牵黄是这姿势 要是右情仓左牵黄是这姿势 所以古人他有规定 这个跟我们人类关系啊 尤其跟中国人 这个跟我们这个农工民族关系最紧密的六种动物呢 就这个叫六畜 畜是指畜生 今天汉语词典是这么解释 六畜啊 猪牛羊马鸡犬 猪牛羊马鸡犬 但古籍里不这顺序啊 古书里不把猪排前到 古籍里是这么排的 马牛羊鸡犬猪 这猪呢 排最后 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排序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呢 古人认为马是啊 这个战争中的重要的军备 所以马排老大 马牛羊 牛呢 能耕田 负重啊 这个牛呢 任劳任怨 所以排第二 马牛羊 羊呢 提供羊毛啊 可以让你这个预寒 所以羊排第三 马牛羊 鸡犬 屎 这屎 就是猪排最后 为什么呢 猪没什么用 除了吃 没别的事 鸡呢 能私沉暴晓 每天叫你醒了 狗呢 能够守夜防患 防止别人侵扰 防止别人偷东西 它有功能 所以猪呢 就唯一就一个功能 就是说 让你吃掉它 那么狗是人类 最早换养的动物 现在的证据 大约在一万 四五六七千年前 到底是多少 我看到数据不一样 就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吧 狗就被人 换养了啊 那么狗到今天 它的基本功能 没有丢掉 比如现在还有牧羊犬吧 搜救犬吧 集图犬吧 导王犬吧 它是帮助人类 提高生活品质 早期的 这个人类养狗呢 就是人的帮手 帮人打猎嘛 那么这些功能呢 就是说保留到今天啊 一直保留到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还喜欢 带着狗打猎呢 去抓野鸡去 抓野猪没抓着 把人家猪咬了 咬了以后呢 还赔人钱 那都是我小时候干的事 那么 你看王上香先生啊 当时那老北京八七子弟 就是那个喜欢一个运动 叫什么 叫猎欢 欢呢 是一种 这么大一动物 那欢那东西特凶 欢呢 过去熬出来那欢油呢 致烫伤特别管用 我小时候家里还有欢油呢 这个 王先生啊 王上香先生当年呢 就是喜欢这个捉欢 所以就养很多那欢狗 什么叫欢狗啊 不是跟欢交配生出来的狗 是抓欢的狗 所以他专门写过这个欢狗谱 那么这个欢狗谱呢 挺有意思的 他写完以后 大概隔了有半个世纪 哎 这东西还存在 所以就很多人就看到 他当时怎么写的了 你不要 随便跟你说几句啊 他说头号狗 三尺六 二号狗 三尺三 三号狗 别小看啊 就是长得筋豆也咬欢 就是这狗啊 不分大小 大狗呢 大狗呢 有三尺六 那种那种大土狗 土狗 三尺三 就是二号狗 就是小一号 再有那种很小的狗呢 北京话说筋豆 筋豆是什么意思呢 就能折腾 你很难弄它 你比如说这食物筋豆 就半天咬不碎咬不烂 铁蚕豆都筋豆 那么 王世香先生当时 对他有很多具体的描述 比如头应该怎么样 这个嘴应该怎么样 什么腿应该怎么样 反正说的都是这些很行话 我也不太懂 他带着狗去捉欢呢 就是在这个北京郊区啊 甚至跑到河北去啊 他是变成了当时的一个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个野外活动 我们今天是不可能了 今天 在北京打猎 打什么猎都是违法的 首先你不能有猎枪 第二呢 没有哪个动物能让你打 现在动物大部分都是保护动物了 你能看到他就很不容易了 甭说你去猎杀他 那么今天 养狗的人非常多 有一个数据说 中国养猫的人五千万 养狗的人也有五千万 这狗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啊 跟我们的关系特别亲密 但有一个事啊 每年都是新闻 这什么事呢 就是吃狗肉 吃狗肉这事 每年都闹事 这个 喜欢养宠物的 喜欢养狗的人 最反对就是这件事啊 但中国啊 地大 吃狗的地方很多啊 我能想起来的地方啊 比较典型的 首先是 东北的延吉 因为延吉呢 朝鲜族人多 朝鲜族有吃狗肉的习俗 我在以前讲过 我在东北 十四岁到东北 去养的第一条狗 叫灰灰 当我一天一天 把他养大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啊 就被他们背着我 把他杀了给吃了 我就特别的伤心和愤怒啊 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快五十年了啊 我记忆犹新 就痛苦 还有哪吃狗肉呢 就每年闹事最凶的啊 广西御林啊 狗肉节 三福天 就着荔枝 吃狗肉 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 火都能压下去啊 再有是哪呢 我去徐州啊 江苏沛县吃狗肉 因为他有历史典故啊 史记记载 就刘邦手下有个名将 叫樊快嘛 樊快小时候 就是土狗为生 就杀狗为生的 刘邦就跟他关系好啊 就是就老吃他的狗肉 不付钱 就是关系好 就是吃人东西不给钱啊 时间久了呢 这樊快就不高兴 不高兴的 为躲刘邦呢 樊快就把这肉摊子 就牵走了 牵走了 牵哪去了呢 就牵到了今天的 这个威山县啊 就下阵 就是当时的湖东下阳 刘邦就文讯又赶去 找不着船呢 突然游了一只啊 大甲鱼啊 这个大王八 巨大的王八 刘邦就游着就过去了 找他去又去吃狗肉去了啊 那么这就是沛县地区吃狗肉的文化传统 当时据说这个狗就跟王八一块煮嘛 所以就有了这种现在叫圆汁狗肉 就是王八汁 王八和狗一块炖啊 我们有一道名菜 叫做霸王别鸡啊 就是一只鸡和一个甲鱼在一块炖啊 就叫霸王别鸡 其实还有一道名菜呢 就是霸王别狗啊 跟这狗一块来啊 所以这个文化 吃狗肉的这个文化传统 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去徐州 朋友们盛情招待 一上桌 一大盘狗肉 我当时呢 就跟他们这么说的 我说啊 你们吃不吃 是你们的事 但今天你来请我 我是不吃狗肉的 我不仅不吃狗肉 我不愿意在桌子上 看见你们吃 如果你们执意 要请我吃这顿饭 那我劝你们 把这狗肉给我端下去 我就看不见它 我就不能看见它 所以他们以为 在当地拿狗肉招待你 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待遇啊 这个当地的特产嘛 但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文化冲突 我们今天保护动物啊 缺乏很多法律 今天吃狗肉和不吃狗肉 之间的这种干账 都没有法律依据 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啊 这种保护动物的法律呢 会越来越细致 我想不能吃狗 不能吃猫这些事呢 很快就会提到 意识日程上来 你不信你到西方去 你到西方去 很多国家你吃狗 你在当中要杀狗 我保你做监狱 对不对 你肯定会做监狱 因为人家有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那有人就问我 就说 这个猪能吃狗 怎么不能吃 不都是动物吗 是都是动物 但动物和动物有所不同 它不同不是动物之身物种的不同 是我们赋予它文化上的不同 我们养狗养了一万五千年 它做了我一万五千年的帮手 你要吃的 这肯定是不行的 培养猪的历史就几千年 就我们换养猪的历史 我们换养猪的目的 就是为了吃肉 你除了吃肉 它不能帮你干什么事 据说现在能帮你排雷 就算它能排雷 咱生活中有几颗雷 能让它排 所以我们今天吃不吃狗肉 吃不吃猫肉 它是一种文化 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的文化致敬 或者说妥协 那我想我们就有赖于我们尽快的 关于保护动物的这种法律出现 一旦有这种法律出现 那你再去做那就是违法 那我们很多人说 那我们这个狗的文化形象不都是负面的吗 我告诉你 狗的文化形象一开始一点都不负面 鸡狗本来就是搁在一起 就很和谐 你家里养着鸡养着狗都非常和谐 是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 他说的是鸡犬之声相闻 你能听得见是一种和谐的景象 比如鸡犬不宁这个词 这词最初是出自唐代柳宗元的捕舍者说 他说哗然而害者 虽鸡狗不得宁言 就是这个这事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 鸡犬不宁 那么唐代 安史之乱以后呢 实际于他就非常动荡 那个实际于一动荡呢 这个官员就搜刮民质民膏 各种科捐杂税就全上来了 所以老百姓就没法吃饱肚子 柳宗元写捕舍者说的时候 就讽刺当时的一个实证 那么鸡犬不宁这个词呢 我们今天看它是一个负面的词 是吧 是一个贬义的 说这个谁谁谁 把那个地方闹得鸡犬不宁 它是个负面的 但是它的本意啊 这个词汇的本意呢 实际上是描绘一个状态 跟我们刚才说的鸡犬之声相闻呢 其实是同样一个状态 证明什么呢 证明人类 我们农耕民族养狗 养鸡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跟鸡犬不宁这个词 非常接近的一个词 就叫鸡飞狗跳 是吧 鸡飞蛋打 其实都这个意思 都是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一个负面的词啊 这个词其实鸡和狗本身呢 并没有这个负面的含义 而是人类的情绪转嫁了 那么当然也有很美的了 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 很美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对联啊 一个对联呢 叫这个鸡犬过双桥一路 梅花竹叶 这个字对啊 这是上联啊 我很年轻就知道这个字对 这个字对也算千古绝对 就是没有人能对得上来 能对得像他这么 这么意境啊 非常美又非常自然 鸡犬过双桥 下了双的一个桥 小桥 一层白跟饱雪似的 鸡犬走过去以后 一个狗和一个鸡走过去以后呢 狗的爪子像梅花 这个鸡的爪子像竹叶 所以叫鸡犬过双桥 一路梅花竹叶 非常漂亮 意境非常美 但就没想到 这个帘的下帘 就对不出来了 很多人都在对啊 我在这个网上看过很多 包括过去的书中就有描述 对的都不够好 你比如有人对啊 他说鸳鸯游避水满池习偶笑脸 这实在这意象不美啊 鸳鸯本身是一种动物 鸡犬是两种动物啊 这个燕鹰穿袖木 半疮预检金缩 比较生硬啊 燕鹰对这个鸡犬呢 相对好一点 而理论上讲鸡犬呢 一个是琴 一个是兽 就叫过去古人 叫灵毛走兽 那你下联队的时候 你要不然就也是灵毛走兽 那你最好换两种动物 比如你换一个两膝类的 换一个爬行类的 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有人还对过叫 引蛙明草地 满天笛蕴鼓声 这个相对好一点啊 引是蚯蚓 蛙是青蛙 你看蚯蚓是虫 蛙是两系类动物 明草地表现的是声音 过双桥是表现的是 这个异景是你看见的 这是你听见的 他说满天笛蕴鼓声 这鼓声我可以理解 是蛙明如鼓吗 但这笛蕴呢 就说不清楚了 这笛蕴是谁 你哼不能是蚯蚓啊 蚯蚓不发声啊 所以这个对的呢 就对的不好 所以我看看 我们的观众和网友 有没有有本事的人 能把这个千古绝对对出来 对的天衣无缝 比如我们过去啊 读古典小说水浒 那水浒专里就说呢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积积如丧家之犬 茫茫如漏网之鱼 那么丧家犬啊 丧家犬就是 一丧家犬一落水狗啊 过去我记得北大教授李玲 写过一本书叫丧家犬 写的就是丧家犬 这书名叫丧家犬 结果呢 我认识一人啊 这人就没事呢 买书啊 喜欢买书送领导 巴结领导啊 巴结他到上司啊 结果那天呢 买了这么一本丧家犬呢 送给他领导 还单独送的 你说你送一罗也好吧 就送一本丧家犬给领导 这领导当时拿这本书 没在意 就扔桌子上了 晚上看见了 一看 说这书怎么叫丧家犬呢 就打一电话问他 说我问你 你送我这丧家犬 啥意思啊 这哥们啊 顿时 晚上接的电话啊 就一背心一裤衩 全湿透了啊 就是送书给送坏了 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成语中啊 关于狗的负面为多啊 比如说鸡铃狗碎 说这人鸡铃狗碎的啊 比如说狼心狗肺 说这人坏到家了 狼心狗肺 比如鸣鸣狗狗啊 鸣鸣狗狗这词呢 是当年韩裕啊 这个创造的 这个现在是一个成语 鸣鸣狗狗啊 他说呢 鸣鸣狗狗 区区复凡 这个词呢 这个实际上很难 它是双音结构 两个字是一个音啊 但是意思完全不同 第一句话说呢 不能像苍蝇那样啊 钻鸣 也不能像狗那样狗且啊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狗且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诗和远方啊 这是这个高晓松的话 其实高晓松这话 就是从韩裕那话套过来的啊 鸣鸣狗狗里套过来的 再有呢 这个古人认为狗呢 属羊姓造嘛 吃狗肉 你吃几天昏迅都冒火嘛 起大包啊 火气特大 所以狗是羊物 鬼呢 是阴的 所以这个鬼就怕狗 那么 我们说这个 这些都是一些 过去文化中的符号了啊 就究竟有多少人信呢 也不一定 今天有更多的人信 就是听着一乐 但是我们关于狗的文化 在这些年呢 不停的在延伸啊 比如我们一开始就说的啊 单身狗 过去谁说自个儿是狗啊 对吧 只能说自个儿的儿子 小狗 也不能说自个儿是狗啊 那么比如现在最愿意说的一个词叫什么呢 撒狗血 撒狗血 这个撒狗血这个事还让我理解了半天 他理解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的是电视剧啊 比如人家说那电视剧特没劲 撒狗血 就什么撒狗血呢 就过度的 夸张 胡编乱造 胡扯 巨型呢 就太狗血了 就是完全是编的啊 其实撒狗血的这个原话呢 来自于这个黎元 它是什么意思本身呢 本身是说演员表演的时候呢 不讲分寸 你知道京剧啊 讲究什么呢 讲究招式 讲究板眼 讲究分寸啊 一招一试一板一眼 都要讲究分寸 拿捏的得特到好处 一个亮相啊 他得有这亮相的这个姿势 突然呸一个 哎 过了 就是过了 不成 过火的表演呢 他有时候为了讨好观众 尤其在过去啊 过去上台以后 他不像现在有电视镜头能推上去 你在远远的一大戏 圆子有人看不清楚 所以他就非常容易过火 这一过火呢 就出问题了 人家就说你这就叫撒狗血 因为旧时啊 旧时认为 你的表演 有个词不叫炉火纯青吗 就是你得恰到好处 一定到位 不能冒 也不能不足啊 不足为之温 什么温呢 得了病 积温 人得温了啊 过火呢 就叫撒狗血 那么跟撒狗血 并着的一个新词啊 这也是我弄了 一阵子才弄明白的 叫撒狗粮 我原来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撒狗粮 跟秀恩爱有什么关系 撒狗血 是那一个冒了的事 这撒狗粮 是个什么意思呢 那么撒狗粮啊 现在可能是 我想这个词 可能大概是 现在养宠物的人多 你看啊 你家里养一宠物狗 你一天没回去 晚上你一下班 一进来 再给一把狗粮一吃 我们过去 狗跟人吃一个饭 现在狗吃狗的饭 人吃人的饭啊 你吃完饭回去 买这个狗粮 拿狗粮为他 所以这叫撒狗粮 一撒狗粮 这狗就高兴 我们一高兴怎么着 朝你咬尾巴 特高兴 所以你知道 撒狗粮呢 就变成了一个 慢慢慢慢 也不知道 何年何月何时 就变成了一个 俩人秀恩爱的 这样一个特定词汇 那我们再想想啊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狗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狗 真的不多 最有名的就是啸天犬 啸天犬是我们文学中的一个形象 西游记中也出现过 对不对 第一回就扑倒了孙悟空 是吧 这个后来到63回又出现了一回 是帮着这个二郎神制服了九头虫 这个啸天犬 是我们的文学中啊 第一有名的狗 这是啸天犬 那啸天犬的原型是什么呢 是细犬 粗细的细 细犬是干嘛的呢 是打猎的 就是猎犬 前一段时候 我还跟这个 有一个朋友聊这个 他说有人养的特好 有机会我们一块去看看 我特别喜欢 那狗啊 那狗完全都是模特 长得细胳膊细腿 身子特长 弹性特好 跑起来可好看了 据说他时速能达到60公里 60公里什么速度 差不多是人一倍的速度 你想跑他那么快 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跑最快的是猎豹 猎豹据说能跑八多公里时速 当然说时间很短 他不可能坚持住 那么由于这种狗特别瘦 看着特别瘦 有那小腰这么细 所以叫细犬 清朝入关以后啊 因为清朝本身就 满族人就有狩猎的这个习俗嘛 所以从康熙到乾隆啊 当时每年都是春搜秋显啊 都去打猎 据说啊 当时康熙皇帝狩猎的时候 遇到危险 所以一个细犬挺身而出 就救过康熙皇帝的命 所以康熙一出门 就跟自个儿的细犬 形影不离 后来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画师啊 宫廷画师 朗世宁 这个进入这个朝廷以后呢 他是因为朝廷画家嘛 请来的西画画家呢 就以康熙钟爱的 自个儿的这个十个 这个细犬呢 就画了十俊犬图 这个十俊犬图呢 今天藏在故宫博物院 他除了里头有一个 叫苍泥的一个藏翱 藏翱犬以外 甚至全是这种细犬 或者类细犬 就是很瘦的狗 古人呢 打猎的时候不喜欢那个打肥狗啊 你带着藏翱是打不了猎的 藏翱你别看他胸 他劲儿大 他跑不快 那狗呢 没那个速度 好你要看藏翱要跑起来 那没那么大速度 他跑的就是比我快而已 那么历史上 还有一个狗比较有名啊 这狗叫什么呢 叫黄尔啊 俩尔的黄的啊 当时晋朝啊 有个诗人啊 叫陆基 他养了一个狗呢 就叫黄尔 陆基在京城围观 那个京城当时就是洛阳 那时候信息不同啊 不像现在 你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 都成 好久没有家里的信 心里就嘀咕 就担心 担心怎么办呢 就念叨呗 就对着他狗说 说你要能带个书信 跑回家去 跟我探听探听消息 你还能回来吗 那狗听完就是摇头摆摆 很高兴 又点头又哈摇的 哎呦 这陆基说 这狗能听懂我说话吗 马上就写了封信 就装在竹筒子里 就绑在这个黄尔啊 这这狗的脖子上 然后就把狗撒了 这狗啊 很聪明 狗很有意思 狗走多远都能回到家 日夜兼程 星夜赶路 就不停地赶路 然后呢 家人呢 一下就收到这封信了 看到陆基写的信呢 又写了封回信 然后又搁到这个竹筒子里 又挂到狗脖子上 狗就立刻上路 一路翻山越岭的 又往回跑 直奔京城 这个陆基的家乡 跟洛阳之间 隔着好几千里路呢 人要来回走 走上个两三月 半年都不止啊 但这狗就用了二十多天 就跑回来了 所以陆基就特别高兴 你知道过去 古代书信传达 皇家传达 就几个等级嘛 三百里加急 四百里加急 五百里加急 最多到六百里加急 什么叫六百里加急啊 一昼夜二十四小时 跑六百里地 就是今天的三百公里 今天的三百公里 你在高速公路上 就三小时啊 一百公里一小时吗 三小时 那时候要跑一天 跑一天呢 就是驿站 三十里地一换马 一百五十里地一换人 这个一天三百里地 要换两回 人也受不了 那个颠散了 所以过去的这个信息啊 你比如北京到上海 这么近的距离 那往返一下 半个月到二十天 很正常 这还是最快的皇家信息 那皇儿狗跑得快啊 很快就二十多天 一个月之内跑一往返 给你带来了家里的信息 这陆基就特别念念这事 你知道古人获得这个信息的 这个代价太大 所以他就特别能够铭记在心 这个古诗中家书底万金 就这意思 一封家信呢 底万金啊 所以陆基后来呢 在这个狗死了 这个狗二 这个以后死了以后 在家乡就埋了他 然后呢 这个写了一个碑文 碑文呢 就说皇儿种 这在禁书上是有记载的 之后 感谢观看